大家好 上期节课呢 咱们呃介绍了文件的一些基本操作 那这节课呢 也是文件处理的重点 就是读取和写入文件 好 我们把客户打开 看一下 我们呢 还剩这文件处理 还有这几个需要处理 那看一下 写入文件和读取文件是咱们文件处理的重点 读取文件 还有写入文件 这里边呢 涉及到的函数比较多 比如读取文件 可以分为这么几个函数 file get 这也是咱前边用过的一个函数 和它对应的写入文件是这个 file put 这两个函数呢 都是在pwp5以上的版本 可以用pwp5以上 这也是 如果简单的读取呢 我个人偏向于使用这两个函数 来去处理 然后读取文件呢 还有很多函数 比如说 file函数 和 readfile 这个函数 然后呢 读取函数 还有分为 啊 这几个函数呢 处理比较简单 但是呢 它不能怎么呢 读取函数 不能说 我从文件的某一部分开始读取 这些都是全部读取 从开始读到结尾的 一些函数 如果从文件部分读取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文件资源 fopen打开文件 然后打开文件之后 使用fredfread 读取多少个字符 fgetc读取单个字符 fgets读取单行字符 所以呢 这三个函数都是建立在打开文件的 基础上的 那写入文件呢 除了这个 写入文件呢 这个只能是一种覆盖模式的写法 假如说我想最佳的写法 或者一些其他的 嗯 写法的话 我就需要怎么的 我就需要 也使用fopen 打开文件 然后使用fread 当然fread也有个别名 谁啊 fput 所以这俩是一回事 所以读的函数设计到这么多 写的函数设计到这么多 当然了 打开指针的时候 我们还有什么文件指针 可以在内部移动 然后呢 还可以加锁的机制 而上面这些简单的读和写呢 是没有这些机制的 所以咱们分别来处理 不管是读还是写都分为 本地文件 本地文件 本地文件呢 可以使用相对位置和决定位置 比如当前目录下的什么什么文件 还有绝对路径 比如C盘下边的 什么目录下的什么文件 或者是呃 用那个词下边的 这个斜杠 usr下边的 local下边的 apachi下边的 假设有读有这文件 有访问的权限都可以 是这样的 那么远程文件 远程文件 通常呢 我们都使用的是 看你使用的是什么服务器 比如说http 冒号 3w. 百度.com 把这文件去操作 或者是http.3w.163.com 是远程文件 但是呢 读取一般的 只要这个文件 你用任何语言 或者用任何软件 你能读取的 咱们用pp乘语远程都可以读取 但是远程写入 比如说这个文件 这个位置的文件 能让你去写吗 肯定不让了 所以远程文件 一般没有写的权限 也分情况 如果不是http的服务器 是ftp服务器 你上传写的服务器 你是可以写的 比如说 3w.百度.com 当然你有这个下边的 比如你带点p文件 你想写这个文件 但是你得知道 登录在ftp服务器的权限 比如说用户名 缺 密码 知道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就可以写这文件了 远程文件分服务器的 这是读取和远程的 远程一般的都是可以读取的 所以本地文件读和写 只要你有pp可以写的权限 你就可以做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和这个函数用法 他们呢 是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 假如说读取 你看我现在要读取一下本地文件 我现在在这块建一个文件 假如说我叫做 先读取本机的 假如当前目的要建一个test的tit文件 里边我随便写一些数字 保存一下 好 有一个字节了 我把它读出来 就很容易啊 直接使用file get 啊 虚文tnts 直接传一个文件名就可以了 测试点tit文件 然后返回来的就是这个字母串 你看一下 我输出这个字母串 就是从文件中读出来的 我只要程序一访问 好 ohost 比如说 记住peerp下边的 one.peerp 看一下 就可以把内容读出来 写入文件也是非常简单的 写入文件也非常简单 看一下 我注释掉 假如我像文件中写内容 也使用 file 看一下写入的内容是什么 返回来是什么 只要 put 西文tnts 写入文件 假如说 test 1.tit 我没有这个文件 后边就写入的内容 比如3w.lamp brother.net 你看一下 如果没有这文件 它会创建 并掉内容写入 你看 一共写入 19个字符 你看一下 创建了这文件 并写入了这个字符串 那么 这是写入字符串 如果这个文件存在呢 比如test 刚才咱们建的文件已经存在了 就是这文件已经存在 里边字符串是这个数字 如果文件存在 我们写入的时候 你看一下 一刷新 也写入19个字符 但是呢 会将原来的字符串 是不是删除了 重新写这个 所以呢 这个有一个特点 写入文件的 所有写入文件的 如果除非这种打开的模式 你指定什么追加模式 否则的话 先得写入文件 看下它的特点啊 如果文件不存在 则创建 并写入内容 如果文件 存在 则删除文件中的内容 重新写入 第二个参数的内容 所以它第一个就是UR 第二个就是内容 内容字符串 很简单的使用 这是本地文件 那远程文件能不能读取呢 完全可以啊 比如说远程文件 你看一下 我把这个打开 只要你写对地址 我们用任何软件可以访问到的 比如说我们用浏览器 就可以访问这个 http冒号 3w.163.com 你看我用浏览器访问这个网站的时候 把网站内容大过来 那我用程序 也可以把这个内容读过来啊 读过来之后 比如说输出 你看一下 我直接反问这个 你看一下啊 刷新了一下 等待一下 这网速有点慢啊 看一下 是把13都读出输出了 那你不想要里边全部内容 我就想要里边的 比如说 我就想输出里边的 啊 就要里边的图片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远程文件的所有图片都抓取出来啊 那当然用正则匹配就可以了 你看啊 我不直接输出全部内容 我把它抓取出来 怎么抓取呢 你看啊 使用pr1g正则的匹配 match 匹配 这块我写图像的地址 匹配的图像地址 哪个里边去匹配 str匹配 匹配号的内容都放在这里边 比如说imgs都放到这个数组里边 第三个数组里边 这函数就不多介绍了 因为咱们在正则啊 匹配的时候已经介绍过 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你可以去查找一下以前的内容 然后呢 你再回顾一下 比如说匹配图片 那图片的一般呢 都是什么img这个标签 当然呢 我怀疑这两个有特殊意义 所以把它转移 当然这块也有可能有斜线 那这斜线回头和两边边界定阶服务匹配 所以呢 我也把它转移一下 然后后边呢 这块可以有斜杆s 必须得有一个空格 然后呢 后边呢 有可能也是斜杆s 没有或者有多空格 所以用斜杆星 那中间呢 肯定匹配一个src等于 然后这块用 点星 为了防止重复模式 我加个问号 你看一下 只要这个匹配过的页面 有这个 匹配模式图像 我就可以把src 包括后边假如宽度高度 都属于点星问号的内容 直到后边监控号的话 斜杠监控号结尾的话 但是斜杠有的语言里边可以没有啊 加个问号 因为看你腹部 写的时候符不符合什么规则呀 符不符合呃 达不三七的规则 你要不符合到 不加的斜杆 不写证券 不用关闭这标签 然后匹配从这个字幕串 这个字幕串呢 就是从整个网易网站读过来的 然后图片地址 好 那我现在先简单简单试一下 PRE 先简单输出一下 以数组的形成输出 斜杠 PRE 你看一下 我能不能获取到 所有的图片地址 它既然都放到这个数组里了 IMGES 当然这只匹配出了一个 你看 只匹配出来一个 我刷新一下 你看只把这个logo匹配出来了 零下边一个 如果想把这网站所有都匹配出来 我用什么 AL 所有都匹配出来 你看一下 看下 这是今天的 呃 所有今天的图片 都匹配出来了 在边有很多 看一下 那我想把这些图片地址都保存起来 写了文件怎么办呢 把这些所有图片都保存起来 就是直接IMG标签匹配出来都保存起来 不在这个数组里边的吗 你只要辨历这数组不就完了吗 那咱查看一下这个原文件 你看匹配出来的 数组里边的第零个数组里边的 零一二三四五 所以我只要辨历这里边第零个数组就可以了 你看 我把所有的图片 IMG都放到这个字幕串里边 然后 我只要辨历 for each 辨历谁啊 IMG s 下边的零里边的 辨历出所有的单个的图片 好 然后 $ img 点等于连接到谁啊 img里边 再连接到 一个换行 imgs吧 这块 把img匹配出来 都放到这里边 所以 然后我用pr 呃 使用这个再写入的函数 你看啊 我在用这写入的函数 下边这个 我把它保存到这个文件中 但是把谁保存呢 你看 只要把内容保存到 哪里哪个内容 imgs 你看一下 我刷新一下 准备输出了 你看 一共输出 写入这么多个字符 那好 我看一下这文件 它被重新覆盖了 你看一下 就把所有的图片 位置全拿过来了 当然你要详细的把地址都取出来 把图片都淡过来 都是可以做到的 对吧 我们一个一个把地址匹配过来 把一个一个图片都读过来 读取过来 然后呢 一个一个写入到本地的文件中就可以了 所以呢 类似于网上的小偷程序呢 就是这样 反而远程文件 然后需要什么内容 把它匹配出来 就可以做到 所以这是 读取和写入 当然读取和写入 有很多文件的操作 咱说了文件操作 文件系统操作 不光是为了什么 不光是为了用文件长时间保存数据 经常用来操作 读取出自乌串 再借助一些自乌串的函数 咱就可以任意的操作了 比如说咱们在做安装程序的时候 再说这样 看下这个啊 这个吧 你看一下 这是咱们后边项目里边用到的安装程序 我先把这个 呃 这些东西都删掉 这个安装程序 你看这个配置文件中的内容 你看 本机的 入他的这个东西 我都可以把它改掉 在安装的时候就可以改掉 你看改的是不是文件 这是整个项目的配置文件 你看啊 反而这里的 比如说 8下边的 你看安装程序 欢迎程序 这面写啊 同意 你看输入的 假如说我的网站改成 啊 你的 网站 你的网吧 就这样 然后前队的改成 呃 三达六的前队 你看一下 然后呢 酷就不变了 这也得连接上 你看下一步 好 这输入关联用密码 在没输入之前 你现在看一下 这个已经被改掉了 我输入的值 你看一下 3w你的网 是不是 这就是一种改文件的操作 好 这个呢 我先不玩 先不玩 执行 你看一下 就完成咱们这个功能 改一个文件的内容 所以比如说 我把这个文件拿过来 我想改什么改什么 拿到咱们这个目录下来 你看啊 我做通过一个界面 想改变这里边的任何内容 好 你看我在这块写一个函数 先写一个 得有一个表单界面 对吧 你看啊 form 斜杠form action 等于提交到也是这个本页面 然后方法提交到 方法使用post 本机提交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 比如说主机host 就是简写了 咱主要是看内容 文本的 然后 啊 name值 等于 这个名称呢 你最好和这个配置文件是一致的 你看dbhost 好 db消费线 host 换行 然后主机用户名 usr 用户 input 类型等于 test name 然后看下这个名称是什么 是db用户 db密码库名 好 db 啊 用户名 啊 pss 密码 input 类型等于 文本的 name 等于 db pwd 然后库名 dbname input 类型等于 文本的 name等于 db 啊 dbname 然后还有表前坠 看表前坠 那个前坠 那个词怎么写 表前坠 等于 文本的 name等于 tab 啊 p r e f i x 好 就改这么几个 你看呀 我能不能给他全改掉 这几个可不可以全改掉啊 然后还得有一个什么 提交按钮 input tab 然后submit name等于 sub值 等于 修改 好 文一点提交的话 那肯定都在这个数组都在哪里边啊 这块写吧 一点提交的话 如果 拉罗夫下号线 post里边的 sub 有这个变量 像这种算法 咱们前面写过多次了 那你看一下 我打印一下 这个post里边有什么 你看一下啊 嗯 好 万点 上信一下 你看 地址有了 我写 修改 主机 再拿我这百度 用户名 哈喽 密码 然后 库名 随便写的 表现对 你看 都在这里边 那把这个值 对应的配置文件中 那个值改掉 那我只要写一个什么 都在这个数组里呢 我只要定一个函数 啊 设置 CUN FIG 配置文件 存一个post的数组 就是把这tl数组 存进来 然后 替换就行了 在这里边呢 我要分三步 第一步 要 读取 配置 就是那个文件中的内容 读取文件的内容 然后第二步 改写文件中的内容 第三步 再写回文件 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 那读取文件什么 你看 只要是 从哪个里边 把字无串都 配置文件中 字无串都读出来 file 通过 file 下号线 get 下号线 西文 tnts 读取 那配置文件 这个文件名刚才看到了 西文 fi g inc.pp 从这文件读取出来 读取之后 替换完之后 再把这文件怎么的 file put 下号线 西文 tnts 再写回到 西文 fi g.inc.pp 写回到内容 写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你这个字无串 那这个现在是跟白写一样 我读出来又写出去 读出来又写一个 对不对 那掉号线函数的时候 我需要怎么的 传一个数组 掉号线函数 set 西文 fi 配置文件 设置配置文件 把下号线post 把这数组写进来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传给他了 那这里边 我只要怎么的 能将读写字文件 配置文件 能匹配的替换一下就行了 所以我这里边 改写内容 其实就是用一个替换 就是用一个替换而已 那怎么替换呢 使用PREG REPLAC 用正则替换 这是一个 比如说正则 就是表单提交的数据 然后呢 替换成的 替换的内容 比如说 REP替换内容 然后在哪个字物串里呢 这个字物串 所以这就是两个数组 假如说 看现在看正则的数组 正则数组 等于 你看 假如说这么写 DEFNE Defend 然后匹配什么什么内容 替换成什么内容 找到这个多个数组 这里边我想表单里边 提交几个数据 我就替换几次 所以这两个数组呢 我就可以用什么 用循环去写 你看假如说 这里边下标为0的数组 这匹配出来 表单里边 Dollar Post里边 这会儿啊 从 表单里边 Post里边 把用户名 就是DBhost 主机取出来 换成什么呢 主机取出来 然后这会儿 不管什么内容的 点 新问号 这会儿 不管什么内容的 都能匹配出来 然后替换到 Dollar REP 里边的 也是对应的 零里边的 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 DEFNE Defend 这会儿也是谁啊 Dollar Post DB host 还是那内容 但替换的值 就是谁啊 就是 这会儿啊 这会儿是名称啊 DB host 值是谁啊 值就换成 Dollar 下号线 Post DB host 换成这个 那这会儿呢 前面呢 这会儿其实就是个名称 还留着这个名称 你看一下 总是就这种方式 然后呢 再写一二三 就正则 你表单提交几个 现在这里边提交几个 一俩三四五个 那我这里边 正则写五个正则 然后也替换 而这五个正好有规律 所以呢 我怎么的 我用一个数组便利就完了 做一个正则的数组 AY等于空 然后做一个替换的数组 等于空 我这都是简写的啊 刚才那都是写的一个意思 然后你负位置便利 你看一下 刚才看到这里边了 看到这个了 下标不就是那个名称吗 然后替换的值 下标值 下标值 那我可以把怎么的 把下标提出来 在这个数组里边 post里边便利 便利作为KY下标 值 你看一下 然后将ZZ的数组 等于什么 让这个替换的数组 等于什么 就是正则的数组 和被替换的字物串 这两个 然后看一下 ZZ的数组 这块我们该 啊 怎么形成呢 使用 字物串 不区分大小写的匹配 把DEFNE长量里边的括号 当然这括号 我需要转移 因为我匹配出来 就是括号 括号里边 这是双眼号 双眼号中的什么 Doll 你对外腾双眼号里边可以解释变量啊 把KY匹配出来 对应的下标 循环 你看下标就分别是什么 分别是这里边的主机用户密码 DB name 前标前坠 你看 这样都匹配出来 然后这块 可以有一个或零个或多个空格 斜杆S 形零个或多个空格 然后后边是什么 后边不管你什么内容了 就点星 认为号就行了 对吧 后边不管你什么内容 这当然这会有个分号 对吧 然后替换成什么呢 通通替换成 Define 括号 双眼号 Doll for K E Y 再转移 然后空格 斜杆 空格 Doll for K E Y 匹配成这个值 你看一下 所有值都加上搜一号吧 看用不用加啊 看替换要不对的话 能重新替换 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 我打印一下这个速度 Doll for ZZ的速度 当然输出一下啊 输出一下PRE 然后输出一下 斜杆PRE 我先不着急给他怎么的 往里边写 万一错了呢 对不对 你看我再打印一下 Doll for R E P 这样的话 咱看形成这两速度 是不对应的 是对应的一替换 但是在这会儿就一掉就可以了 好 小心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 然后呢 这个速度 当然前面这会儿是不用加什么 啊 也得加双一号 对吧 然后一改写 匹配出来的这个 替换成这个 匹配出来的这个 替换成这个 好 我只要把这个注释打开 这些东西就可以去掉了 你看这怎么简单就可以完成 输入主机 3w.lampbrother.net 当然我把这两个配置文件先关掉 你现在看内容肯定不是我现在输入的 对吧 然后 用户名 嗯 比如说admin 然后密码 这个 然后库名 zsdb这个库 表前缀 哈喽下号线 两个下号线修改 好 咱看修改修改成功的配置文件值变没变的 只要打开你就能看到了 嗯 没变 那没变的就看咱们咱们就写错了 错在哪了 看这会儿咱们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逗号 对吧 这pt换成也得有个逗号 这也当再试一下 这个 用户名 还是admin 密码 这个数据库 让W吧 表前缀 一号H 小线 修改 再看一下这文件 哦 为什么还不是 这会有问题了 咱这会找一下 嗯 这会得输出一下 我这会加上多号啊 加上多号 刷新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问题在哪 Defined DBhost 看一下跟这个配置文件原始的对不对应着啊 能够匹配到这个啊 DBhost 下方线 然后逗号 后边是所有东西都无所谓 这可以有一个或多空格 是斜杠S 然后点新问号点代表所有字符新问号 代表所有东西一直到括号分号这会儿 应该没问题啊 然后替换的内容 这个地方 然后 Admin 替换的内容应该也加上分号 这里边少写个分号 嗯 应该是没问题的 哦 看到了 你看 替换后的东西 你得怎么的 你还没改写的自乎串呢 你只替换完自乎串失败 得输出回来啊 再重新写啊 说在这了啊 最单的看呀 刷新一下就行 都不用提交了 刷新 好 这一段看下这个配置文件 呀 改写了 对吧 这会儿为什么变严重原因 这会儿咱多写了个鞋盖 多写了个鞋盖 给这个专业号怎么的 这不这样吗 在我输入地址的时候 多输入了一个鞋盖 就这会儿多输入的一个鞋盖 看这会儿 把它转移掉就可以了啊 这不就改写成功了吗 不光是这改写成功了 比如说咱们看咱们那个项目 配置文件呢 除了在安装的时候需要改写 你看这样的程序 你应该都会写了 你看啊 然后等了后台 你看呀 这会儿基本设置 比如说分页数 是我起一个特殊的 99 然后图片显示数 44 然后这改成缩率图 然后这会儿的位置呢 改成 居左 这会儿改成 150 这改成150 跟我刚才的表单一个作用 这会儿改成400 这改成400 修改 修改成功 配置文件修改成功 也是一样的 这修改整个网页的配置文件 那咱看一下这配置文件在哪修改的呢 我刚才访问的是 CS CMS里边的 这个里边的 那改的就是这个配置文件 不是在安装的时候改的 你看我刚才说那几个值啊 这是在安装的时候改的 刚才改都改过什么值呢 你看9944 缩率图 对吧 然后400 400 150 150 是不是都改了 只要你能找到匹配的 就能把它改掉 对吧 这就是读写文件中的 呃 一种灵活的操作方式 好 保存一下 嗯 二点PRP 保存上 好 就可以删掉了 所以呢 这可以读取远程文件 写不能写远程文件 那除了这个就是file 还有 啊 readfile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readfile readfile呢 通常的话 呃 咱们用作下载的时候比较多 读取一个文件并完全输出 这个很简单了 readfile 只要你存一个文件名 不管是本地文件名 还是远程文件名都可以 假如说 test.pst 呃 tst test.tst 咱看一下 有没有这文件 这有 这边存的什么 是所有图片的地址 所以现在你看我一刷新的时候就能把这文件读出并直接输出 说新一下 你看 读完并直接输出 图片的地址全输出了 查看原文件 看一下 所以呢 他 读取并直接输出到 呃 怎么标准输出中 不用像刚才咱们那个读完之后是返回到一个字物变量里边 然后你得手工的输出 前面你不用这手工的输出 他就直接写输出了 相当于 假如说像如果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边 呃 put cntnts 里边相当于是这么写的 有个返回值 返回 这个 get 这还是相当于返回一个字物串 就是 读取的字物串 而这个呢 在这个函数里边相当于什么呢 file 啊 readfile 这个函数里边相当于是这样 里边直接写的输出 iq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一定要这个呢 里边内容读取内容之后 字物文件 文件之后 并直接输出了 而这个呢 读取文件之后返回的是字物串方式 他俩区别在这 这人家手工的返回一下 所以其他就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直接输出咱用的很少 咱一般的都是 呃 拿到一个字物串 咱可以 你要直接输出 你就不能经过自己处理了 像刚才咱们写那些例子 都是读过来之后 你在里边经过运算之后 处理之后 再输出的 对吧 所以这个用的距离没有上面多 那file这个 这个咱们也经常用 这个咱们也经常用 file 你看啊 他是干嘛的 他是将一行 作为数组中的一个元素 里边直接传一文件名 比如说 tst tst.test 看好了 反回来的是一个数组 把一行 这个文件中的一行 作为这个数组中的一个元素 假如说 这个文件里边 假如说有50行 那反应的数组里边就50个元素 分别 一个元素 在数组里边是一行 那假如我想知道 一共这里边有多少行数据 那只要输出 这个数组的尺寸 不就知道了吗 你看一下 稍息一下 哦 不对 他怎么能有一行呢 哦 这里边没换而是一个字母串 对吧 那咱们用他干嘛呢 你看一下 假如说这里边 我把这个数据库文件读过来 这边文件 这也咱们后期都会讲啊 不着急 把这个打开 你看这里边 看好了 这里边是 有注释 有这种杠杠注释 有这种注释 然后有四颗语句 四颗语句 每个是用分号隔开 现在我想把这条文件提出来 形成 什么 一条语句 就是假如这里边 这个整体是一条语句啊 因为到分号节奏是一条语句 把每条四颗语句都提出来 把这文件里边 这也得是用文件操作和字幕串 操作配合做 然后呢 我还得把注释和控行 过滤掉 注释和控行过滤掉 那我该怎么写呢 这也是安装程序的时候 咱经常做的 把所有语句拿出来 执行就可以了 好了 也很简单 我先使用file 你看第一步 读取出所有行 那就很简单了 我知情是谁啊 知情用file 算定文件名 这个文件名叫做啊 看一下 叫lampcms lampcms.circuit文件 你看读取出来之后 放到什么 lines是所有行 这是所有行 比如说print销香 打印出来一下这个 输出一下原型 你看一下啊 你看 所有行都输出了 一共多少行 一共是138行 然后我们这里需要先过滤掉什么呢 过滤掉 以过滤掉控行 所以过滤掉控行很简单了 怎么过滤掉 你看 full h 便利是谁啊 lines 作为单行 作为单行 那怎么过滤掉控行呢 如果便利的时候 这个单行 我先把单行的什么 点空格去掉 因为有的时候我多敲了一些 文本空格 敲空格 空格也是在行里面算空 算 算有数据的 lines 好 我把这个空行去掉 你判断 如果行 这个行已经去掉空格了 如果等于空 那就是空行 那如果不等于空 那就不是空行了 你看这里边 我再输出lne br换行 你看一下 这个先不要 你看我能不能把空行去掉 你看 如果不等于空行 如果不等于空行的时候输出 小心一下 那这边都是i的 你找不到一行空行 对吧 那我再把谁啊 再把这个警号注释去掉 和把这个杠杠这个去掉 所以就需要配合周串的操作 你看啊 再写 如果 $lne的第一个字符 我可以用大关号和中号都行啊 如果中号以为这是字符算不是数组 别人该以为是数组了 如果用大关号的话 取通下标零 也可以把字符算取出来 如果第一个字符等于 警号 那我也怎么的 或者 这个lne 第一个字符连接 lne里边的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符 等于 杠杠 如果等于警号或者等于杠杠 这样的不要 那那怎么办 整体去反一下 除了这些 如果等于不等于这 也就是不等于杠杠和不等于警号 这回我再输出 你看一下 程序就变成什么了 你看注释就全去掉了 对吧 这样子写的文件就可能把注释都过滤掉 注释和矿杨都过滤掉 然后咱说了最终要形成是每条色口语句 那怎么办呢 我再把它连接成统一的一个字符串 你看 circule 使证字符串等于空 因为我把这里边每一行都提出来了 再连接到 点连接 lne 然后再整体这块输出 st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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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就会把所有色口语句连在一起 你看 所有色口语句连在一起 然后这么多色口语句连在一起 咱说提出每条色口语句 就是恰巧色口语句还是用分号分割的 对吧 所以咱怎么办 你看 再来一步就是分出每条色口语句来 circule单条色口语句 色口语句s吧 是一个数组 用什么 用exprod用字符串分割啊 按什么分割 按分号分割 circulestr分割这个整个这个大的字符串 那就分割出每条色口语句了 所以这回咱们下边输出一下 你看 就会输出 sqls 就会输出每一条色口语句 你看一下 一共这个文件里边就15条色口语句 删除库创建表 那最后一条是干嘛的呢 因为每一条色口语句后边都有分号 比如说三条语句那就三个分号 那你用分号分割就可以分成四条 四条语句了 对不对 所以很麻烦 所以呢 咱怎么办 把这一条语句咱得先做一下 circulestr等于用rtrim删除右边的分号 这样的话三条语句就用两个分号分割了 不然三条语句是三个分号吗 sqlstr 你看这个再分割号它就变成15条语句了 哦 啊 删除 sql这个 最右边的语句 嗯 右边的分号 没错啊 看一下啊 sqlstr 我这会怎么变成了零条语句了 sqlstr看一下 再付给这个sql 这会显然sql 看一下跟这应该没关系 哦 写反了 不是啊 退退回来 写反了 在这个里边删除谁啊 删除分号吗 默认它是删除右边空格的 你指定分号就删除分号 指定什么删除什么 这个在咱们前面自无串里边 我也肯定讲过 不然呢 你也不说的话 一个回忆看一下 你看就全提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 取出单行的作用 也很方便 这程度也很短 但是也都很有用 这样的话 咱们安装程序 如果我刚才那个在具体往下安装 比如说这个 吧里边的 index的点 PSP里边的 你看 同意 主机应付名 你的网 下一步 输入管理员 admin admin 你看 存储密码也是admin啊 下一步 你看 这些表 什么什么表 安装成功 因为我都执行单独色口语句了 只要这样单独色口语句 执行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表明提出来用正则就很容易做到了 对吧 安装成功 就会仿到仿到项目的首页 对吧 但我这只是一个安装程序片段啊 呃 就是咱们那个系统PSP书后边那个项目的安装程序 那就分两部分改派证件和 执行四口语句吗 都有了 好 这是 呃 咱们读取文件 这是读写文件的常规的一些操作 用到的是这些 但是想象一下 这些现在还不能做什么东西啊 我读取要么全是读取全部文件 所以呢 读的文件有一个不读 读取文件的时候 上面这三个读取文件有不读的就是什么 都是全部读取 不能 啊 读取 部分 也 也不能就是也就是意思就不能读取指定的区域 指定的区域 但是咱一般的用的时候都是全部读取啊 写入文件 他也有一个不足 这是不足的地方 上面那三个不足的地方 那下边这个呢 呃 也会有写文写文件这也会有不足的地方 虽然咱们用它觉得很好用对吧 不足的地方在哪呢 在哪 就是 咱不能追加的方式去写 要写就把原来内容全覆盖掉 也不能枷锁 不能以 追加的方式写 也 不能 加 锁 是这个问题 所以咱要解决这问题就得用文件指针的 这个读和这个写 那这样吧 咱们这节课咱们就 呃 录到这里 下节课咱们继续带文件指针的 然后呢 咱们移动指针和枷锁 都在一起来完成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 呃 录着到这里 去 或者说 咱们 咱们 像 标准 哇 完了 然后 你看 空 看到 继续带文件事 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